要说什么器材打造出的武器逼格最高 给人感觉最神秘来历最屌 那必然是云铁 毕竟是天外来客 是人类文明当时完全无法触及的领域 抛下来的太空垃圾 用这种高逼格素材打造的武器 能消铁如泥想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么真正用云铁打造的武器 性能如何 人类利用云铁的历史又有多久 云铁与现代钢铁比起来有没有优势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这些天外非先的事情 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西方奇幻作品里 云铁永远是最高级的武器素材 比如神雕侠旅中杨过的玄铁重剑 按照书中说法 这个玄铁就是从陨石中提炼而得 在冷兵器时代初期 铁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谁先与对手掌握铁器 谁就是那个石器的战斗民族 但是在大家都不会炼铁的时候 铁从哪来呢 答案就是从天上来 等着老天爷扔下大自然的馈赠 铁陨石就是还没有掌握 炼铁核心技术时 人类重要的铁来源 根据内部成分及含量高低 陨石通常可以分为三类 铁陨石 石铁陨石 以及石陨石 陨铁就是铁陨石 主要由铁镍金属单质矿物组成 含量95%以上 石铁陨石中铁镍含量低一些 在30%到65%之间 说白了就是两叉 石陨石则含量更少 甚至不含任何金属成分 较常见的玻璃陨石就属于此类 但实际上 就算是铁陨石也是非常稀有的 现在已发现的陨石中 铁陨石只占总数的3%左右 所以指望着穿越到古代 天天蹲在野地里 等老天爷空头舔包 洗提铁陨石 然后打造绝世云铁剑的穿越者们 基本也可以稀稀税了 因为极高的稀有度 以及神秘的背景设定 铁陨石就变成了古代抽卡游戏里的SSR 包括古埃及人在内的众多文明 或是怀着敬畏之心将之视为神赐之物 或是认为其中含有地球上不存在的神奇成分 因此赋予了它超自然的属性 这一套推销宝剑器材的说辞 也就顺势影响了现在的武侠 及奇幻类文学影视作品 让云铁打造的神兵利器 展现出使人逆风翻盘的神秘力量 现在那些用假陨石骗老头老太的保健品 可能也是这种风潮的忠实信徒吧 但是我相信 如果看过星之彩的人 恐怕都不会觉得宇宙里掉下来的太空垃圾 就必然是什么好东西 万一真有什么让尼古拉斯凯奇瞠目结舌的恐怖玩意儿 那他打铁铸剑恐怕一百条命都不够用 不过话说回来 云铁身上蕴含着催枯拉朽的毁灭之力 这种说法本身倒不是空穴来风 有幸目睹陨石落下的人 恐怕都切身感受到了高空坠雾的恐怖 只不过赋予他们这种威力的 可能不是什么不可知不可见的宇宙大能 而是牛顿 当质量巨大的陨石在引力的作用下坠落 跟地表来了一个亲密接触时 带来的可不是 而是毁天灭地的灾难 牛顿永远的神 看看这些埋在土里的恐龙画师就知道了 可能6500万年前 他们就是信了歌词里的鬼话 结果如今只能老实地当土尖埋 他们最后的遗言很可能是少看电视剧 总之弄明白了云铁从何而来 有何特殊 以及它为何会被赋予特别的含义 那么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云铁打造的武器真的威力无穷吗 按理说再不济 也应该附带个重力魔法吧 别中二了少年 虽然人类最早的铁制器械 就是云铁加工而成 但是选择它的理由 可不是因为它牛逼 云铁和地球上的铁矿不同 它在降落到地球上时 就受到了来自蓝星的热情欢迎 与大气层摩擦时的高温 就算不能完全融化 也已经去掉了云铁身上 相当一部分杂质 等它落到地面冷却后 主要成分基本只剩铁和镍 简单来说就是 纯度大大提高了 这就给当时打铁技术 不成熟的蓝星人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地球的挖出来的铁矿时 杂质太多 还需要高温冶炼 光是断打之前的除杂工作 就够费事了 相比之下 纯度高的云铁 可以省去这些步骤 直接进行断打 所以要说现实中的云铁武器 有什么特点 那就是减掉一点 奇奇怪怪的威力描述 加上一大堆工匠 对于技术落后的无奈 还有一丢丢土省事的心理 这就是真正的云铁武器 世界各地都出土过不少云铁武器 比如中国目前发现的商代 含云铁成分兵器有四件之多 其中有三件都是象征将领军兽 天福生杀大权的月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 在当时人的眼中 云铁兵器也不单纯是用来伤人的凶器 还附加了作为权力象征的 李器属性 这倒也好理解 毕竟有什么东西 能比一块从天而降的铁疙瘩 打造的武器 更能证明军权神兽呢 在没有条件炼铁的年代里 云铁武器是名副其实的天赐神兵 不过说白了 云铁也只不过是当时比较稀有的高纯度铁矿而已 后来当蓝星人学会从地球的铁矿石中提纯纯铁石 云铁就变成了只有来历新鲜的妖艳建货 实际上和路边的接货没什么区别 云铁也是铁 当然不管何时都可以融化了做兵器 但当冶炼技术已经达到能把铁融成铁水的高度时 其实有没有云铁已经不重要了 云铁主要成分是铁和镍 其中还有云铁瘤 有时还有石墨包体这类的 所以到了现代 想冶炼云铁达到普通铁的标准 反而还需要经过一大堆工序 就算冶炼好了成一把刀了 可能还没现代的一把菜刀好 只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曾经的省市神器到现在变成了出力不讨好的鸡肋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现代这样的科技水平下 恐怕也没有人会产生拿云铁注鉴这样的败家子而点子了 一方面是我们如今可以从很多含铁的矿物中获得铁 另一方面从天而降的陨石身上 记录着它从何而来 甚至可能记录着它故乡星系的演化 以及星球的起源等等珍贵的信息 把这些东西拿来炼铁注鉴 不能说是奢侈至极 只能说是爆炼天物 关于云铁的使用 各个作品都设定了五花八门 东有阳锅的玄铁重箭 稀有中古战锤里矮人打造的云铁武器 你觉得哪种云铁武器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 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